今天大家也發現 跟過去幾天來比 跟上個禮拜來比 這幾天的溫度 早上稍微會覺得有點涼涼的 終於是有秋天的感覺 北部地區27度往南走 溫度來到28度 不過在之前 其實上週的時候 可以發現早上都有到 30度的溫度 在這個禮拜 溫度來說是稍微比較舒服一點 再來看到透過雲圖 來關心一下天氣狀況 我們透過雲圖來看到 在今天其實 都是一個東半部有雨的情形 主要是風向的關係 來看到南邊 這個就是熱堤了 我們剛剛提到 今天有可能就會增強 唯一一個颱風 而它現在距離台灣 大約是800公里的海面上 當它靠近的時候 今天東半部風雲 會比較明顯一點 即便它變成颱風 也是個輕度颱風 未來持續向西來移動 但是當它 因為它已經很靠近了 所以當它增強為個颱風 不排除就要來發布 海上的颱風警報 不過即便就算它不變成颱風 主要這樣舉 下午也可能針對颱風 它來發布個熱帶低壓的一個警報 也就是說當它影響的時候 台灣地區天氣還是會有一些變化的 我們要持續帶您來關注 好 來看到 在今天的天氣狀況 未來主要關心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熱帶性低下 很可能在下半天 就會增強為個颱風 但它變成一個颱風之後 因為它強度其實沒有太強 輕度颱風很可能 受到這個陸地的破壞 很快又會轉為 減入為個熱帶性低下 不過在明後兩天 就是它最靠近的時候 所以天氣來說明後兩天 下雨的情形會比較明顯 再來看到在東半部的雨 是一整天的 但是西半部我們透過 這個雨區預測帶來關心一下 在昨天其實優北道南地區 好 主要的雨還是在南部地區 特別是山區 午後比較多 那在今天一樣 今天整個東半部地區 因為風向的關係 東半部的雨是一整天的 而至於在西半部 還是以午後撒巴虎為主 但是不穩定的天氣狀況之下 中午過後的雨範圍比較大 雨勢也會來得比較驚人 今天還是要提醒您出門記得再拔散 白天的高溫大約33到35度 各地都是一個上午多雲 午後的這種天氣 至於在東半部地區 因為這個雨是比較有機會 下一整天的 雲冷也比較多一些 高溫帶32度左右 聽漢廳提供給您 今天出門注意哪些事情 這個熱帶性低漆 可能會形成為一個增強 為一個熱 這個輕度颱風鼓超時間 下午就有機會 但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今天整個東半部地區 很純半島會下雨雨下下停停的一整天 西半部還是以午後的雷震雨為主 各地的高溫30到33度 還是提醒您外出記得多多補充水分